貪古沉悠 五陽性 宋山 現在望上月秀山和白雲山 見到山上的樹木青蔥茂盛 相信都是歷代新勤種植的成果 是不是 那你就猜錯了 因為在幾十年前 廣州市的白雲山和月秀山 山上的花草樹木 開港非常稀疏 不像現在這麼青綠茂盛 後來政府有關當局 下定決心 要在山上高直林直樹 從此之後這兩座山 就改頭換面 面目換言一身 那現在廣州市的直樹造林發展成怎樣 廣州市有關當局 就是認為綠化環境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呢 在它屬下有很多科學院 專門研究植物的生長 以及培植的 不如我帶你去其中一間看看 好啊 鴻燕 鴻燕 這一樹就是華南植物園裡頭 你看真一下 周圍那些花草樹木 是一個特別是青綠可愛的 嗯 真的 宋先生 可不可以講講華南植物園的歷史 和它的特色來聽聽 首先講一下華南植物園的歷史 那麼華南植物園呢 是籌建於1956年 那麼計上來呢 是來現在呢 大約有五十年 可以講是歷史悠久的了 講起它的特色呢 就更加厲害了 因為呢 它是全國的三大植物園之一 而且呢 如果是講呢 專門研究熱帶和亞熱帶植物的植物園呢 它還是全國第一 那麼 根據資料顯示呢 那麼 這個占地三萬平方米的華南植物園呢 就是中國科學園 專門研究 是領南熱帶和亞熱帶植物的一個很重要的基地 那它裡頭呢 中植了呢 是非常之多的各式各類的植物 你猜在這個植物園裡頭 總共有幾多種植物呢 我一眼看下去 都有一百幾十種瓜 哈哈 那你就 未免太看小它了 因為它裡頭呢 怎止一二百種那麼多 原來呢 有成五千多種那麼多 真是可以講呢 包羅萬有 是多姿多彩的 除了在戶外種植了不少的奇花異草之外 並且還按照植物的分類 來分成十幾十個園區 那舉例來說呢 那些專種植竹的竹園呢 還有呢 專門種植木蘭的木蘭園等等 不如我帶你去那些園區去看看 好啊 同樣這一棵呢 還有這一棵呢 都是含嘯來的 含嘯呢 含嘯呢 就是屬於木蘭科之一來的 那麼根據這一樹的專家 他們的介紹呢 就是說 單單在華南植物園 這個木蘭園裡頭呢 已經收集了有整 一百三十幾種 木蘭科植物 是目前啊 是我過的 是收藏木蘭科 最多的所在地來的 嘩 這個華南植物園 真是好厲害啊 鴻燕啊 剛才我們走過呢 就是華南植物園裡頭的竹園 裡頭可以說是別有天地 曲徑通幽的 嗯 真的啊 宋先生 這個竹園有什麼特色呢 這個竹園裡頭 收集各地方所收集得來的 各式各樣的竹 有成二百多種那麼多的品種 真是可以說呢 林朗滿木 美不生修 那麼蘇東波都講過 是他說呢 是靈可是這個呢 食無肉 不可是居無竹 那麼來到這個竹林樹呢 令我覺得呢 真是逐氣全燒的